在抗疫期間其實自己都會覺得有時候都頗不環保 例如有時候可能紙巾用多了 逼於無奈真的都要用多了一點 有時候你的口罩暫存的話都會用紙巾前後擺 專家都會這樣教 紙巾還要用不是西漿 用的時候都覺得好像很浪費 之後你用清潔劑會覺得好像很不環保 因為始終都是化學物質 又或者好像要用多一點 感覺上讓自己安心一點 但有時候是誰的質量是對的 然後就會想有沒有環保之餘可以抗疫 有沒有綠色抗疫的東西 不如我們問問綠色和平的Kate Tristan 我想說最近你問我製造最多的垃圾 就是口罩 因為差不多一天一定會用兩個以上 我就是一天入貨 我兩個 因為有時候出出入入 還有我們經常戴著口罩說話 其實很多時候口罩到下午已經濕透了 一定要再轉門 我發覺其實在這個抗疫期間 我們都真的製造了很多很多抗疫用品的垃圾方面 今天我們就請來綠色和平之心項目主任 連佩儀和Kate 跟我們說一下 怎樣在這個疫情期間做一個綠色抗疫 Kate 你好 Kate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Kate 剛才我說到 自己目前的口罩的使用量 都真的以倍去飆升 我相信在香港和全球都有這個問題出現 問問你們 其實在這個綠色抗疫當中 現在口罩使用量這麼高 又會造成什麼問題 其實本身口罩它是塑膠製造的 它是一些塑膠纖維 然後造成一些口罩 所以大家都知道 塑膠本身分解上很難 所以其實用這麼多口罩 的確是會對環境帶來一定的負擔 我也看到其實今次抗疫裡面 很多人都提起這個問題 到底口罩會不會可重用 會不會可以洗、消毒等等再用 其實我看到 我覺得會開心 是有些人開始在想 但是做健康、做抗疫之餘 其實大家會開始想到環保的問題 我看到近年香港人 在這方面 意識提升了很多 不過暫時 其實也沒有一些很好的口罩 是可以可重用的 但也看到 其實開始漸漸 有些人去研發相關的產品 就不是100% 整個都是可重用 但譬如中間透過換濾芯 濾芯比整個口罩的體積少很多 所以製造的垃圾量 其實比較少一些 我看到這些其實都是很好的開始 其實也不排除未來 可能真的可以找到一個口罩 是真的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消毒方法 然後可以100%再重用 Kaser我想問一下 因為坊間也看到很多 怎樣重用 翻用口罩 他們不是就這樣拿口罩去洗 或者蒸 任何方法 有些人現在是拿一張厚一點的紙巾 或者兩張的紙巾 就包著口罩 再用 每次都是換外面面層那一層 其實行不行 可否達到環保 或者口罩 會不會每天都要換一個呢 其實有些研究都發現 原來廚房紙兩層的 是真的有效 擋到90%以上的飛沫裡的病菌 其實很視乎大家的生活習慣 還有去到哪一處 口罩到底濕了 是濕得多嚴重 或者如果你是去過一些醫院 是真的有病患者出沒的地方 其實都會建議真的換了它 因為多些機會是沾到一些暗韻 那說到我們這些傳統的口罩 我們就知道塑膠要分解要很久才行 那我們現在全球一下子製造了這麼多億個這些口罩出來 其實又要多少時間我們的地球才可以消化到 分解得到 分解得到我們突然之間製造了這麼大量的口罩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塑膠的確是要幾百年才能分解到 現在很多時候處理醫療垃圾上面 其實就不是拿去堆填的 直接拿去塑膠了它 但是燒塑膠也有一些其他的問題有關注 那的確是很難遇到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很擔心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都明白到 其實大家說環保是想說 生活在一個更加好的地球上面 那我們其實都衡量著不同的輕重 那大家都要健康的生活 那其實才可以真的可以說到環保的 那我覺得有這個心其實很重要的 然後再去感慎使用口罩 譬如有些人說你戴錯了口罩 你又浪費了口罩 那其實大家戴對的 也都不用那麼擔心 那其實自然有很多事情都可以避免 另外想問一下Case 即口罩這個環保問題 另外亦衍生另一個問題 因為我發覺 那我一天就戴這個口罩 尤其是 譬如我一早戴完之後 吃午餐後我就會脫脫它 因為你吃飯 但是呢 你知道你不會這樣 露輕輕地擺出來 那我通常是用一個紙的信封 這樣先進去 然後放在旁邊 即放在飯桌旁邊 到我吃完飯 再拿回來帶 在信封裡拿出來再帶下去 那信封就會扔掉它 那我那一刻就發覺 咦 我每次都會用一個紙信封 來塞住 即全新的紙信封來塞住口罩 我發覺我很不環保 即是以前的信封 我會翻用再翻用 但是我現在放在這裡 再用一個信封 又扔掉它的時候 那是不是造成另一種環保問題 污染的問題 很破壞紙張呢 你都說得對 其實我覺得你這個方法 不是不好的 但也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說 用一種積器的產品 來替代另一種積器的產品 其實是改善不了問題的 最好就是想多些 即是怎樣可以再用 重用 其實我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準備一條乾淨的手巾 你有洗的 其實手巾之前沒有用過的 乾淨的 那你包住口罩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條手巾 來包住整個口罩 其實都一樣可以阻隔病菌 當然之後那手巾 你仍然要回去再清洗 那你就不要用來抹臉 那我們除了自己日常出街之外 現在大家在家裡 都常常用很多漂白水 然後又用完所有化學的東西 希望可以由殺菌又清潔 但是都知道用得多這些 化學的東西 其實對我們的人體 或者對環境 其實都有很大傷害 會不會有些 叫做綠色清潔劑 即是環保一點 又天然一點的方式 可以做到家居的清潔 其實很多人都有問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漂白水 是對環境有害的 甚至我們用漂白水的時候 都是用戴手套 因為漂白水本身 是對一些生物的蛋白質 即皮膚上的細胞 蛋白質是會構成一個破壞 所以固然它會殺到菌 但對很多種生物 也是同樣的一個害處 另外有些消失度有問題的人 或者其實都聽過一些殘酒症的病患者 其實對漂白水是會有一個過敏的反應的 所以使用上面 其實也不算是太理想 現在我們都會說 有很多其他比較環保一些 即發生力沒有那麼厲害的消毒劑 其實大家都會考慮用的 譬如現在很多人用的酒精 酒精本身是一種比較環保一些的殺菌消毒劑 還有之前也有提出 現在這隻冠狀病毒 都對酒精 酒精可以比較有效地去殺死這一種病菌 大家其實也要留意一下 的確不同的細菌病毒 可能對不同類型的消毒劑 一些殺菌劑都有不同的反應 大家都有聽過一些抗萬股的antibiotics 那些菌 其實那些是比較厲害的 可能真的需要用一些強力的消毒殺菌劑 但另外其實我也想提出一件事 大家可能都沒有去想清楚 消毒殺菌和清潔那一個分別 我們生活的環境其實一定有很多的 我們叫做細菌病毒 但這些細菌病毒其實未必會令人類染病 還有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真的在一個這麼乾淨的環境裏 其實我們本身的抵抗力 也未必可以訓練到它發揮一個應有的抵抗力作用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其實在一個正常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家居 家居來說你不會像醫院、診所那樣的惡菌 我們做好清潔的工作 其實已經非常之夠了 未必真的需要去殺死一些病毒 但譬如現在在一個傳染病 比較高峰期的位置 其實我們都可以想一想 怎樣將家裡的環境 和街外我們覺得比較髒的環境 分開它 很多時候其實有些人都教我們把家裡 進門口的位置設置一個緩衝區 譬如我們進來我們的鞋 我們在外面穿的最外層的衣服 我們就在一個緩衝區裡脫掉它 然後你裡面那一層的 或者你換了鞋 之後的鞋或者穿的衣服是乾淨的 正常來說 就不會把裙帶進家裡 你消毒的時候 只是消毒一個緩衝區 或者抹的時候 只是抹走緩衝區有些細菌 其實就不需要整個家裡 每一天都要大手取 那麼複雜 另外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 要洗手洗手洗手 去防止病毒感染 其實就這樣普通 天然的蕃茄 再加清水洗手 是不是就可以達到消毒的效果 還是其實真的你要一些 所謂的蕃茄要再強些 經常都說有些消毒的洗手液 那些才行呢 仍然都是說回剛才我們說 清潔和消毒的分別 譬如我們有些天然的蕃茄 我們洗手 或是搓到洗手 譬如han Russia 其實這些蕃茄 根本身的性質 就是要把我們手上的髒 Elder 包括細菌和病毒 浮起 那你開水后 洗全蕃茄 洗掉豐 其实所有病毒和细菌就会随着水冲走 手上其实就没有细菌在上面 洗走了大部分 菌就随着水落在坑渠道 离开你手离开你家 去到很远 其实也都做到无菌降低细菌数量的效果 就不需要说我们要杀死所有细菌这么夸张 清洁上面其实都是说 我们很确实地将细菌移走 由一个空间移走 其实也做到我们没有接触细菌的效果 不需要常常买那些像消毒 杀菌99.9%的洗手液来洗手 其实是一个半眼充足 我觉得清洁的部分我自己都很心得 如果万一你在外面撲不到一些物资去做清洁的话 其实我家人都会的 用柠檬酸加一些梳打粉 其实已经可以做到一个 可以清洗到一些细菌的功效 杀菌的功效了 对啊 你说得没错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建议用一些天然的东西来清洁家具 比如你刚才说的柠檬 或者是一些 双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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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本身去污去油漬其实是很好的 另外有些毛菌 比如我们浴室瓷砖里面黑色那些 用刚才你所说的那两种双打粉 其实也很有效可以清除这些污垢 我想说 细菌病毒正常来说 在一般的表面 它不会存活太久 但是譬如如果它进入了那些油漬 或者看到黑色那些那些 其实这些呢 就可以令到细菌病毒是一个温床 除了脂身之外 可以令到它停留得久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抹的时候 用一些双打粉 其实可以很有效清除油漬 污漬的话 我们杀了细菌病毒的温床 其实对于我们家里减少病菌 存活的机会也是非常之有效的 另外想问一下Case 我们现在一直都说了外面那一层 到里面那一层 因为现在香港人开始注重了里面那一层 怎样可以令到饮食方面都吃得健康 可以除了以前就经常听 饮食金字塔 营养金字塔 现在是不是有些抗疫也有个 是不是金字塔 还是另外有个抗疫的餐单出了来 为什么抗疫又有一个新的餐单 有些食物是特别可以杀到菌 还是会好一点的呢 其实呢 我就觉得 饮食均衡 就是刚才所说的饮食金字塔 跟着这个守秩 其实本身呢 亦都可以保你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当然食物是干净的 煮熟了的 不会引致你的疾病 再加上适量的运动 还有大家的心理也要健康 因为我都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很担心 譬如我出街很熟 或者出街又很害怕 会见到一些病毒 打黑痴都吓死了 旁边的朋友 是的 所以的确是心理的健康 其实也要大家维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焦虑 如果你紧张有压力的话 其实你会容易有病的 那可能绿色和平 就要做个心理的杀菌和杀毒的防疫搜索 给我们的听众 真的要 是的 没错 那吃饭上 饮力均衡一些 多菜小肉的小油盐等等 那其实全部都是足够 令到你会比较健康一些 那另外有些 我看到网上 比如有些人会推荐一些 是呀 是呀 因为其实这个肺炎 那比如一些木耳 一些山药的糖水 或者是汤 木瓜等等 其实大家都会 就是中医来说 他们会觉得比较云肺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我想指出 均衡饮食 和正是正时正后进食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我今晚就喝个木瓜汤 再加个木耳炒菜吃 我等你 我今天就喝了 我等你了 我闹了 你去哪里 我闹了 我没在哪里 你也没在哪里 我闹了 我闹了 你 我闹了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